天下人说天下是这里是老康说天下 2022年的2月1日 中国的传统新冲佳节 就在大家欢度冲节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不和谐的声音传来传到我们耳朵里 中国队1比3输给了越南队 很多人特别的愤怒 中国足球怎么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开始骂中国国主 但是骂有用吗 没有任何用 我看了很多的专业人士的各种分析 这毛病那毛病 怎么解决 比方说 我看松继海说 中国足球球员太少 总共专业踢球的可能也就那么几万人 连日本韩国都比不过 从这些这么少的人里面选队员 怎么能选出好的队员来了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没有办法 所以说我们只能看着中国足球就这样 一步一步的踢 越踢越差 很丢脸啊 那怎么办呢 是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想想办法 压压火 先把心中的火压一压 我们去想一想办法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中国足球 踢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我们那个国家队啊 更像是一个炒台班子 你别看中国足球在各地去选那个教练 把中国最好的教练 哪怕从国际上我们选点教练 好教练都选过来 请一个好教练把中国各个足球俱乐部里面的 最好的球员都给他选拔到国家队来 达成一个班子 然后急凶那么几个月 好像是一个最强战队 实际上在我看来 那就是一个炒台班子 因为足球是一项团体比赛 我觉得最讲究的是什么 团队精神 队员之间的配合 队员和教练之间的配合 但是 我们这种大的这种炒台班子呢 队员和队员之间 平时是没有联系的 怎么能谈配合呢 队员和教练之间也没有那么多的联系来往 怎么能和教练配合呢 大家彼此之间是不了解 对吧 哪来的团队精神 很难啊 那就短短的几个月的急凶 你就要组建一个非常坚不可垂的这种团队精神 我觉得很难 很难啊 我觉得那就是空谈 如何组建这种团队精神呢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来说 不要再去搭建这种炒台班子了 毫无用处 对吧 花了钱 没有任何用处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来说 我们不如说从搭班子到选队伍 我们直接从国内那些假野俱乐部里嘛 我们给他选一支队伍出来 哪一支队伍能够代表国家队去出征 那这支队伍里的所有的队员 那全部都是国家队 那个这支队伍的主教练 那就是国家队的主教练 所以说一容俱容 一耸俱耸 那你平时的话 你教练 你就得和队员之间有一个默契的配合 队员和队员之间 你就得有一个默契的配合 只有大家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 在平时去踢球踢到全国的最高水平 你这支队伍才能够代表国家队 而不是说现在的 各踢各的 我踢的最好 我的后卫踢的最好 我将来我能进国家队 你们前方那些不管用 和我没有关系 我不和你们配合 我光关好我的后卫 我是守门 我光守我的门 我觉得要改变这种 对吧 而且也能够培养这种教练 你平时你就得考虑 我如何把我的队伍调整到最佳状态 调整到战斗力最强 哪些队员我觉得不适合在这个队伍 不适合在这个队伍 我就把他踢出去 我平时我为了把这个队伍建的强大一点 我平时要到处去选人 把我看上的人我选到我这个队伍里面来 我觉得这样的话 大家就开始为了足球再考虑问题 那么现在你打草台班子的话 我教练 我教不好这支队伍 和我没有关系 对吧 我和中国足协搞好关系 我将来就有可能当国家队的主教练 对不对 拿球员也一样是 我和中国足协如何说搞好关系 我将来也有可能进国家队 所以说大家的心事就不在这个上面了 哪来的什么团队精神 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三比一输给越南队了 然后康磊的是谁 是那个总教练李肖鹏 大家都在指责他 然后给全部观众道歉 我对不起大家 一二再二三的我对不起大家 我对不起队员 你看总教练的哲哲 那些球员来说 好像和他们没有关系一样 人家那些球员该是国家队队员 还是国家队队员 踢不好和我没有关系 我后面我还能接着再踢 只不过换个主教练而已 别说你换八百个主教练 一点关系都没有用 很拉垮的一个炒台班子 所以说我说我们现在来说就应该说从大大台的那这种炒台班的到改变成选队伍 对吧你这支队伍你没有踢好越南队主教练有责任你们队员也有责任 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吧就地解散 我们重新选一支国家队代表中国去出征 团结一致的国家队代表中国去出征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球队才能够踢赢 才能够胜利 就是我这样的一个炒台班子 很难踢赢 老康的观点就是我们要改变 不能在这种大班子了 我们要选队伍 哪支队伍强我们就选哪支队伍 就让这支队伍代表国家队 可能他的那个后卫不是最好的 可能他的那个前锋不是最好的 但是他的后卫和前锋配合起来是最好的一支队伍 我们选的就是这支能踢赢球的队伍 就是老康的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点赞观众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